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去家了 在古老的西藏有一个叫爱蒂巴的人 每次有人要和他吵架的时候 他总是一言不发绕着自己的房子跑三圈 爱蒂巴总是工作 非常勤劳努力 所以他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大 土地也越来越多 哎呀 你看看你们家的狗到处乱跑的把我们家的东西给踩坏了 你看 这怎么办啊 你要赔我的损失啊 但不管房子有多大 拥有土地的面积有多么宽广 只要与人争吵生气之后 爱蒂巴还是会绕着房子和土地跑三圈 爱蒂巴 你为什么这么跑来跑去的呀 没什么 真是个怪人 大家都对爱蒂巴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 逐渐地爱蒂巴上了年纪 逐渐地爱蒂巴上了年纪 哎 我说爱蒂巴 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哎 别让他过来 哎呀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 算了算了 但是 他在田港上发生争吵 爱蒂巴还是照例在争吵过后 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 走三圈 爷爷 爷爷 孩子 爷爷 您已经这么大岁数了 为什么一和别人争吵 就要绕着土地跑三圈呢 您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秘密啊 好吧 孩子 我告诉你这个秘密 嗯 年轻的时候 我也和人吵架 争论 生气 就绕着房 绕着地跑三圈 便跑便想 我的房子这么小 土地这么少 我哪有时间 哪有资格去跟人家生气 一想到这些 气就消了 于是就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努力工作 哦 或是爷爷 现在您老了 会变成最富有的人了 为什么还要绕着房子和田地走呢 我现在呀 还会生气 生气的时候绕着房子和土地走三圈 边走又边想 我的房子这么大 土地这么多 我又何必跟人计较呢 一想到这儿啊 气就消了 向内寻法 真知见 明心见性到中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